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 我九死一生 现在 让我带你们 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其实总在期盼着某个精彩的时刻来临 比方说主角逆袭 恶人遭到报应等等一些 那这些都是作品当中的高潮部分 所以咱们今天老道也来说一件类似的事 说的是江西有个富商 这买卖做的挺大 生意遍布江西各地 家里富的流油 往下数三倍 就算啥也不干 坐吃山空 也照样过的是锦衣玉石 但是这富商却不是什么好人 主要表现在这人的秉性上 极其好色又特别残忍 经常带着他那些花钱过来的流氓家丁横行相礼 打街上见到谁家姑娘漂亮了 一伙人便当街围过去 对人家姑娘是一番调戏 经常有姑娘气不过的 将这富商告上衙门 可这姑娘前脚走出衙门 这富商后脚就带着大把的银子 败回仙台爷去了 所以这官商勾结让他办下的那些流氓事 尽数的不了了之 而吃了亏的人家也拿他没拙 所以各家各户大姑娘小媳妇都互相提醒着 见到那富商跟见了温神似的都绕着走 可是还是有个姑娘遭了秧 好说这一天呢 这富商带着那几个狗腿子去洪都松门去游玩 锦绣的河流山川他不看 反倒总流连于当地的青楼根妓院 体验过种花魁的软玉温香之后 这一天他带着家丁来到郊外去散心 而走来走去 突然就瞧见了 在溪水边上有个姑娘在那洗衣服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一身粗布衣服 脸上不湿粉袋 却显得是更加清新脱俗 并边因为劳作留下的汗珠 打湿了胸前的衣筋 就这一副素颜的美人景色 看得那富商不住流着口水 按他话来讲 那就是青楼女子都常见了 都是些主动投怀送抱的小浪蹄子 而这湘野间的姑娘可就不一样了 如今我得换换口味 说这话 这家伙就向着那姑娘走过去了 而走到窃进 就看这富商 里个大嘴说了一句 小娘子 看你如此劳累 要不要当哥哥的我帮你捏一捏呀 听听 话说他那岁数 当人家大也都绰绰有余了 还哥哥 有此一能想象出 他得多不要脸 结果呢 文凭此言 那姑娘羞红了脸 厉声呵斥 哪来的不要脸的畜生啊 我爹爹就在附近呢 小心你的狗腿 呦呵 这性子还挺烈是吧 来人呢 给我抓起来 结果就看见那十来个 绑大腰圆的家丁一起上前 把那姑娘给控制住了 之后将他绑到了附近一处密林当中 这富商 一副极其无耻的猥琐表情 看着那姑娘说了 小娘子啊 你尽情的喊 可劲的争扎 哥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紧接着这富商一个恶虎扑石 将人家姑娘给压在身子底下了 他想来一记霸王硬上弓 可是要说啊 这姑娘也不是吃素的 可能平时经常干活吧 手劲也挺大的 这时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拼死抵抗 而那富商呢 这几天也没闲着 是酒色掏空了身体 整个人发飘发虚 一时间竟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就见这俩人啊 在地上滚来滚去 僵持了好半天 富商渐渐感觉有点索然无味了 站起身准备放弃离去呢 可这时呢 家丁当中有个姓刘的家伙走了过来了 要说这姓刘的最是缺德 平时也没少给富商出一些损主意 这时看到主的吃亏 于是一招手 跟其他狗腿子一起上前 把那姑娘扒了个金光 之后手脚固定在了一块大石头上 再然后 那富商 跟他那一十六个畜生一样的家丁 对这姑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轮番侮辱 从中午时分 一直折腾到了傍晚 直到把那姑娘折磨到咽了气 他们才纷纷提着裤子 气失荒野 溜之大吉 唉 可怜这姑娘了 后来呀 这姑娘家人 见他迟迟不归 出来寻找 却发现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景象 悲痛之余 立刻跑到衙门口 砸响了明远古了 之后 县太爷生堂 得知此事 发出了鸡胸告示 但是啊 这县太爷心里有数 知道是那富商干的事 之前和之后 都收了人家的钱了 而且死的又是小家小户的姑娘 所以缉拿凶手 只是做做样子 时间久了 黑不提白不提的 这事也就成了悬案了 那正所谓杀人放火 金腰带 休小补路 无尸还呀 满道说 真是老天不开眼嘛 咱别急 这事啊 还远没完事呢 话说这富商 有俩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而这富商花钱给儿子在国子间捐了个奸生 想让他好好念书 将来考取个功名 而他那闺女呢 年方十八 还未出格呢 咱先说他那闺女啊 脾气秉性 一点一滴都没随着他父亲 而是随了他妈了 姑娘人品不错 长得也够漂亮 平时看到受伤的小鸟啊 乌龟啊 秋眼呢 总是一副怜悯的样子 为他们包扎一番 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那旁人都说 说那富商啊 丧尽天良的事没少干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一个不像他的姑娘呢 话说在江西当地 民风很淳朴 很勤俭 挨家挨户 甭管你是家徒四地 还是站着房躺着地 家里眷属都不能闲着 都得下地劳作去干活去 而当时呢 正是采茶时节 这富商的闺女呢 也是会上三五好友闺蜜 跨上篮子 上山帮忙采茶去了 可是啊 正当他们忙碌的时候 突然是天降大雨 将这群姑娘是淋得抱头头窜 各自寻找躲雨的地方去了 也是那富商的闺女 跑的时候没看路 跑来跑去 跟朋友跑失散了 独自一人 躲进了一处山洞里边 躲开风雨 这姑娘才发现 这山间冷风袭袭 吹得姑娘瑟瑟发抖 她就合计着 等雨停了之后啊 再赶紧回去 要不然非得感冒不可 可就在这时啊 从她身后的山洞里边 竟然传出一个声音 只听那声音 好似近在耳畔 又好似远在天边 听着姑娘打一机灵 吓了一跳 回头一瞧 周围并没有半个人影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回她听得清楚啊 那声音在喊这姑娘的名字 再看这姑娘被吓得 是蹲在一边瑟瑟发抖 结果那声音又说了 姑娘 莫要害怕 无奈此地山神 要说你那个爹 那是肮脏下流之位 翻下的恶行 沁竹难输 曾经就有一位姑娘 被她是奸淫致死 现如今 人家死者在阴间四处状告呢 弄得群情激愤的 人人都像石七肉 浸鸡皮 都说要将这报应 抱在她女儿 也就是你身上 不过明府当官的 不像你们这地儿的父母官 人家是讲善反恶 刚正不恶 得知你娘亲每天是诵经念佛 吃斋 结婚 是个心怀慈悲之人 而你也是随了她的品性了 所以如果将这果报 放在你身上 不太公平 那现如今 友谊要帮你逃避灾祸 你啊 赶紧离开此地吧 此地绝非久留之地 这姑娘听完之后 哆哆嗦嗦站了起来 攻身行礼 谢过山神 之后趟着风冒着雨 离开了这里 要说她临走之时 还隐约听到那山神 愤慨地说了一句 你的父亲无恶不作 报应就在眼前了 你跟你母亲 是救不了他的 听到这话 这姑娘害怕之余 也琢磨起这事了 要说自己父亲 都干了哪些事了 难道真像山神所说的 是个大奸大恶之徒 咱要说呀 这雨中山路 泥泞湿滑 这姑娘连滚带爬 跑了一段 看见那些女伴 还有其他茶农 都在一处亭子里躲雨呢 进了亭子 这些闺蜜们 纷纷询问这姑娘 刚才去哪了 结果她刚要回答 就看见不远处 有四五个流里流气的汉子 小跑着跟了过来 站在亭子外边 是嬉皮笑脸 说了一句 哟 小娘子 刚才在山洞里躲得好好的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害得我哥几个这桶追 也没追上 可惜了 这富商女儿心里一惊 原来这几个流氓 早在自己山洞里躲雨的时候 就盯上自己了 要不是那山神提醒 恐怕自己早已惨遭蹂躏了 之后就见这几个流氓 各自目光引起的挨个打量亭子里的姑娘 但是这里还有其他茶农的 手里攥着各种农具 流氓忌惮她们人多 所以一番打量过后 都兴兴的离开了 之后 这富商的闺女回到家中 将这些事一五一十 跟当妈的讲了一遍 而她妈妈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你那父亲哪 哪有个当爹的样子呀 简直不是人 干的那些事 我也略有耳闻 所以遇到如此灾祸 本就是天理昭彰 那想当初 我也是瞎了哑了 跟了他了 好在神佛必有 闺女哪 从今往后 你跟我一起诵经念佛吧 而这就是 这富商的女儿 她的遭遇 就因为母亲是个好人 她夺过了此劫 那说完富商的闺女 之后 再来看看她的儿子 那之前咱们也说了 富商给他儿子 捐了个太学生 可这小子对读书 一点不感兴趣 一直赖在家里 母亲的人词 半点没学会 父亲缺德的习习 倒是学的是有模有样的 而且可能是因为 他爹干的坏事太多 这当儿子的 打小懂事的时候 家人就感觉 他有点缺心眼 想干啥事是不计后果 那当妈的从旁管教 他也不听 看着他一天天 越来越向他爹 当妈的也是忧心忡忡 他说有这么一天 家里有位亲戚 从京城回来 家里人让这小子去迎接 接到人之后 在马车之上 这小子跟人攀谈起来了 那语气之中 多有不敬 而那亲戚 虽然对这小子 是百般厌烦 但是出于他爹的面子 这口气 还是忍下来了 那这时呢 富商儿子问了一句 我说 这京城很大 人也很多 你说说 在那边 什么人最快活呀 那亲戚看着那副嘴脸 恨不得一鞋底子抽过去 那心里想了想 语气变得非常恳切 说了一句 少爷 京城那是天子脚下 大人物多了去 都是咱们遥不可及的存在 但是啊 这里边有一种人 那咱们还是可以琢磨琢磨的 一听这话 富商儿子两眼放金光 问了一句 什么人呢 少爷 不完你说 这最快活的人呢 当属太监 太监 放屁 太监有啥好的呀 咽都咽了 还拿什么循环作乐呀 亲戚听闻这少爷出言不逊 但是也没发怒 依然是语气诚恳的跟他说 少爷 您是有所不知啊 那我且问问你 你每天都要循环作乐吗 啊 对呀 每天都快活两三次 那合着加起来 也得六七分钟嘛 嘿 少爷 您琢磨琢磨 这每天十二个时辰 可是您寻花问柳 只不过才占了多少时间呢 其余那些时间 您可比不上人家太监快乐 那我且好好跟你讲一讲 那首先 您知道 这京城之中 皇上那是最大的 那是天子 而下边那些文武群臣 想要参见皇上 都得提前多长时间 这还得看人家皇上心情怎么样呢 可是太监呢 则不然 一直跟在皇上身边 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 你说他开不开心 那再者说了 在京城皇家内院 甭管你多大的官 皇宫里边很多地方 你进都进不去 就这些地方 只有两种人能够进进出出 一个是皇亲国戚 另外一个 那就是太监了 少爷 你就说这种自由出入的感觉 你说快乐不快乐 当然不仅如此 还有呢 少爷呀 你住在这儿 虽说你家有钱 但是民俗使然 还得外出干活劳作呀 那相比太监更是比不了了 你看人家 从来不耕田不劳作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待的地方 那都是放眼全天下最好的地方 那这还没说平水里吃喝穿戴的 你见都没见过 再说了 少爷 你爹成天训斥你 让你继承家业 你说累不累呀 你当太监了 看他还怎么让你继承 没有家里拖累 就那些人间美事 都是独享独占的 我且问你 太监 你说说 是不是这天底下最快乐的人呢 你还寻欢作乐 他能比得了吗 听到这番话 这少爷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了 要怎么说他缺心眼呢 一番思考之后 竟然问了一句 哎 我说啊 这太监还招不招人啊 我能当吗 结果那亲戚啊 故作姿态一声叹息 嗨 少爷 你可当不了 只因为你胯下之物 拖累着你了 你就永远当不了这太监 除非 哎 就这一番话 换作是别人听了 估计啊 能给这亲戚打起来 可是啊 听在这少爷耳朵里 却走了心了 经过一两天的日思夜响 这少爷竟然有一天 深更半夜 被这家里人 从厨房里 撑出一把剃肉刀 悄悄回到房中 是眼睛一闭 心下一横 一刀下去 斩断了他那祸害人的物件 这少爷疼得是哇哇大叫 没一会儿就晕死过去了 而家里人闻声赶来 发现他因为流血过多 已经回天乏术 是一命呜呼了 就这事没过多久 家里那老爷 那富商 外出回到家中 夫人将儿子和女儿的遭遇 跟他详细说了一遍 语带恳切的 劝他欺恶从山 可这富商却不为所动 说了一句 哎 富人之见 你信神信鬼 我可不在啊 自古以来 受了公刑的有的事 难道都是出于报应吗 还有啊 那地狱的说法 更是荒腾至极 说到这 这富商跑到院子当中 仰天大喊着 老天爷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世间真有地狱 我倒是要见识见识 什么是刀山剑树 什么是扎人的油锅 就那十八层地狱 我还真有兴趣 都尝试尝试 这富人见到如此行行 摇了摇头 也不再相去暗了 那咱要说 这富商是真不害怕吗 非也 他说那些话 无非是给自己撞打的 打打嘴炮 其实他内心里 比谁都怕 早已经深埋下 恐惧的种子了 因为啊 这富商没过多久 就换了一处宅院 从此是身居简出 做事也开始谨小慎微了 之前那些狗腿子 都已经辞回老家去了 可是没过多久 这富商还是病倒了 因为啊 他总瞧见自己床前 站着一个人 那人哪 是位姑娘 往往在睡梦当中惊醒 就看到那姑娘浑身是血 头发飘散 圆睁二目 一直盯着自己看 他认识这姑娘 这不就是那天 被他监污致死的 乡间姑娘吗 而又过了几天 富商又发现了 这姑娘又带了几个 身着轻衣 看不清面容的差异 站在跟前 而死时 那富商已经被吓得没人样了 结果有一天 就那几位差役 暗示暗点的又来了 这次前来 还带着一对犯人 就看那犯人当中 有个囚犯 哭着说了一句 老爷 咱们松门干的那事 漏了 被查出来了 这富商定睛一瞧 这些个犯人 不就是原来 自己那些 雇来的狗腿子吗 而刚才说话那人 不就是 总出损招的老刘吗 而转天来 富商找来自己妻子儿女 哭哭啼啼 将自己曾经的恶行罪状 说了一遍 以此作为自己的忏悔 而这些罪行 听得夫人跟小姐 也是瞠目结舌呀 他心想 这还是家里 那个最熟悉的亲人吗 简直就是个畜生啊 而当富商刚说完的时候 就见他 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 眼睛瞪得溜圆 脸色变成了青紫色 之后不久 便命丧黄泉 死了 呆在房中的夫人小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明白了 这就是报应 而之后啊 隐约当中 这俩人听到这房间里 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那个声音悠悠的 说了一声 十八层地狱 你想尽数走一遭 嘿嘿 那就随了你的心愿吧 好 故事讲到这儿啊 也就结束了 想听更多有老道婆讲的故事 喜马拉雅搜索怪灾 或者搜索主播老道四个字 便可以尽情收听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面进入彩蛋时间 今天彩蛋时间说点什么事呢 刚才节目当中啊 提到一个词 什么呢 地狱 其实啊 咱们往前倒 咱们华夏本土 本来并没有这个地狱的说法 确实来说 那其实叫阴操地府 之后呢 佛教传入花夏本土 再融合了本土的神话 从而衍生出了本土地狱之说 简单来说 地狱是什么地儿呢 就是阴间的监狱跟行程 而根据东汉安世高所翻译的 十八尼里经当中所言 地狱分十八层 一层拔舌 二层剪刀 三层铁术 四层镊镜 五层蒸笼 六层铜柱 七层刀山 八层冰山 九层油锅 十层牛坑 这十一层是石鸭 十二层是冲臼 十三血池 十四枉死 十五折刑 十六火山 十七石墨 这十八层叫做刀具 据说啊 这十八层地狱 并不是上下层数 那么简单的关系 除了刑法的区别之外 还有时间上的不同 听起来特别可怕 人说了 地狱当中的一天 相当于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年 在地狱当中 要经历一万年 也就是世间的一百三十五亿年 才能从一层地狱 去到下一层地狱 而十八层地狱 每一层都要比前一层 增加一倍的时间 痛苦要增加二十倍之多 所以呢 到了这十八层地狱 那时间 简直不可计算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 万劫不复 而那痛苦残酷的景象 世人是难以想象 好 这里是怪谈百物语 我是主播老道 咱们下周六再见 最后 是一则严肃的 江湖招募令 各位老铁 怪谈百物语 招募常驻主播了 空有一颗热爱鬼故事的心 有没有一个创作鬼故事的胆呢 别犹豫 你就是下一个鬼故事大咖DJ 只要你敢想敢做 我们奉陪到底 报名方式 详见节目下方 文字简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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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